面对新的客机延迟交付和人力短缺等问题 马航大幅缩减航班 让不少的乘客大吐苦水 不只是求助热线形同虚设 就连当初承诺的权额退款 不少人投诉数目不对账 交通部长陆兆福今天解释 马航取消或者更改航班影响了几十万人 不过马航保证所有取消航班必定会退款 当局将会努力解决问题 重新建立客户对马航的信心 交通部长陆兆福今早在首都出席 想要生活节后接受本台访问时指出 交通部态度明确 马航必须全能退款 给所有受到航班取消影响的乘客 他解释这一次的航班之乱影响甚广 有数十万名乘客中招 因此退款程序或克服效率出现问题 也无可厚非 陆兆福也为马航缓甲 强调这家公司面临巨大 最大的技术问题 当局必然是在深思熟虑后 才会出此下策大量取消航班 但可以肯定的是 这场危机重创了马航信誉 尤其善后安排欠家 客户接连喊话切割马航 陆兆福坦言 事件确实引起了反弹 当局承诺会努力改善 努力恢复大众对马航的信心 马航取消大量航班 势必在退款过程中 蒙受巨额亏损 但陆兆福认为这是必要之举 否则未来几个月 恐怕会有更多的乘客深受其害 而作为交通部长的他 将会和马航的管理层 共商对策 提升和优化整体的航空服务素质 另一边乡 针对亚航母公司 异壁投机团 CapitalA首席执行员 丹斯里东尼飞南德斯 建议政府 在改良版的航空消费者保护法令中 把其他利益相关者也纳入 强制全能退款的义务机制内 部长对此不表苟同 认为冤有头债有主 向谁买票 就应该向谁索赔 他建议航空公司制定一套缓解计划 从中釐清利益相关者 在航班事件中的责任义务 陆兆福也预告 航空委员会将在后天召开记者会 详细说明航空消费者保护法令的所有细节 巴多公间 陈为任 吉隆坡报导